关注乌尔战争 5月28号是基辅的建成纪念日 遭到俄军发动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所幸当中乌克兰击落了是58架次 而由于俄军这一次使用的是伊朗制的无人机 因此泽伦斯基他提议 宣布将对伊朗祭出长达50年的制裁 机枪炮弹射下神风无人机落地爆炸 乌克兰一整夜遭到俄军59架无人机狂袭 消防员带着炼具进入火场 59架无人机遭拦截58架 漏网之余把仓库铁皮炸了一个洞 还找到无人机的零件残骸 虽然大部分成功拦截 但无人机碎片往下掉 穿破民宅屋顶 还砸中一间市长机构 但就像无人机来说 19架无人机是开战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 刚好星期日是机府建成 1541年纪念日 该庆祝的日子却被俄军空袭教局 5月俄罗斯至少发动 14波大规模轰炸 如此密集似乎想先发制人 毕竟他们摸不透乌克兰反攻 究竟什么时候展开 电影班的运镜和拍摄 这是乌军在星期六 释出的最新宣传影片 热习喊话夺回国土 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长 还在推特附上一段文字 写着是时候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似乎就在暗示反攻不远了 为了反攻 乌克兰确实做足准备 新兵模拟突袭敌方壕沟 这将是面对俄军重要战术之一 等不及把敌人赶出乌克兰 但他们也有觉悟牺牲在所难免 而军武准备方面 乌军无人机技术越来越多样 同时西方军员陆续增补到前线 来自德国的猎豹防空炮车 协助乌克兰守住天空 而乌军最想要的西方战机 最新消息 荷兰总理透露 目前认真考虑军员F-16 乌克兰虽然不说 反攻究竟何时启动 但从练兵到军备正渐渐到位 第一片新闻众号报道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 核弹头启动运送 攻击的范围是500公里 涵盖基辅 而普京也下令加强占领区的边境安全 白俄还反控是西方国家 咄咄相逼 画面中这个警报声大作的地方 不是乌克兰 而是俄罗斯 俄罗斯边境贝尔哥罗德州 还是不平静 塞贝基诺小镇出现黑窜天 疑似再度遭到攻击 爆炸声震恶欲聋 俄罗斯贝尔哥罗德州长 周末怒控接连遭无人机锁定 相关画面在网上流传 预期地点还包含靠近 克里尼亚半岛的俄国南部地区 除了俄国境内 现在连俄军占领的马里乌波尔 都遭到飞弹空袭 只是俄国坚车没有损伤 还声称攔截到 两枚暴风之影巡翼飞弹 和19枚的海马斯多冠火箭 姑且不论真实性 乌军的长城打击能力 已经开始对俄军带来压力 这几天普京亲信 俄国前总统梅德维杰夫 又搬出核武抢虾 表示西方若提供 乌克兰破坏力越大的武器 爆发核浩劫风险越高 与此同时白俄总统卢卡申科 也证实俄国战术核武 即将部署到白俄 只是这段话说完没多久 卢卡申科又再次传出身体不适 白俄反对派领袖 切普卡洛声称掌握情报 中毒卡申科上周到莫斯科 与普京闭门会后 就疑似出现中毒症状 情况严重到得进莫斯科医院抢救 不过目前白俄和俄罗斯 都没有证实 真实性有待确认 普京28号继续用纳粹 形容乌克兰来合理化战争 只是这场战恶军还能撑多久 他自己也不晓得 现在的俄罗斯更加依赖伊朗 提供秘密军援 伊朗先前声称给俄罗斯的 无人机都是开战前提供 但CNN发现去年8月到9月 在离海出现的神秘船只 就大增5成以上 当中大多是伊朗或俄罗斯的游轮 其中一艘有俄国旗帜的游轮 一月初从伊朗的阿米拉巴港 穿越离海到俄罗斯 研判就是在秘密运输 无人机等军事配备 不知海运 伊朗货机也频繁往来莫斯科 CNN analysed the tracking data of four Iranian cargo planes flogged by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for potentially carrying drone shipments Collectively, the aircraft made at least 85 trips to Moscow airports between May 2022 and March 2023 尽管俄罗斯还有伊朗撑腰 但美国前中情局长裴卓斯仍看衰俄军 他甚至用民兵大杂会 形容现在的俄军战力 面对俄罗斯不断拿伊朗制无人机攻击 乌克兰打算对伊朗经济制裁50年 禁止伊朗使用乌国领土和领空进行资源转运 特别新闻 宋佛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